为了让孩子体验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民选活动 近期新庄民安国小举办自治室小市长的选举 五年级共有十二个班,各班推派一位来参选 在经过政见发表跟激烈的拉票环节之后 由全校孩子共同投票 最后结果由刘以乐及翁荣泽分别当选小市长以及副市长 行之有年的新庄民安国小自治室小市长最新一届的选举刚结束 投票结果出炉 五年级十二班,各班推派一位参选 由刘以乐及翁荣泽分别当选小市长以及副市长 我中午跟早自习都会去各班宣传,然后拉票 然后有时候帮我跟我一起去宣传的同学 他就路过每个人,他就说请投司一行 就是有同学会帮忙做海报 然后我选几位同学一起去班上拉票 然后还有我发一些小卡片 两位参选的小市长各自提出了相当实用且具有创意的证件 还很认真地拉票,学校也很认真看待这场选举 投票时完全参照成人投票模式 让同学体验民主政治中重要的选举投票环节 因为这种人人一票啊,票票等值的这种民选的活动 然后所以学校就有跟去公所建那个票轨跟票想讲 然后也有印那个投票的单子 让全校一到六年级两千多的学生都可以参加这样子 当选后,学校还安排小市长代表学校体验各种活动 像是近期就参加了教育局主办的 诗上焦点影片首映记者会 记者会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负责演戏 然后还有一个交接典礼 因为可以体验一下,就是在感受记者会是怎么样 学校用心规划自治室选举 小学生成为学校的小市长 小市长还能代表学校出席活动 民主政治真谛,透过民选活动从小扎根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新庄采访报导